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很多朋友聊天時 其實也有一件事 當他們知道是加拿大 或者是溫哥華的話 其實他們也有一個想法 因為那邊始終都 中國人比較多 他們經常都會問 究竟學不學到英文價 以我兩位小朋友為例 Hello 你好 以我兩個小朋友為例 其實他們都是連換到之前才過去的 雖然香港話都有一些英文的根底 對 其實香港過去都不會太差 你不會說完全不懂 但是很快就融入了 我的意思是 因為他們在學校裡面 已經 他們看到同學 自自動動就會轉講英文 所以大家就不用擔心 他會不會講不到 當然也要看回 你的小朋友過去的年紀 年紀要大 其實都是 他融入那個地方的文化 語言 能力就會相對的減低 像我兩個 大那個來的時候 都是講近三年級 之後 所以他現在五年級 其實都很快融入到 他還有讀那些叫做 E-L-L 以前我們叫做 E-S-L as Second Language 但是 他已經去到一個階段 我想他讀完下年 就應該不用讀了 就可以去回正常的英文 Local英文 小的就更加 不需要擔心 因為他這麼小 去融入 其實他很快都吃不到 我想一個月左右 就已經吃不到 他又來打個招呼 所以 不需要擔心 就算是華人多個地方 譬如說溫哥華 或者 在我們現在住的地方 自然在Richmond 其實就 不會說是學不到的 這件事你可以放心 很簡單 譬如說 我們那一代 或者我們爸爸媽媽那一代 都是移民的 現在我們全部都是 講廣東話 所以 這件事就不需要擔心 學不到的 反而我還會覺得 在譬如說 溫哥華 或者多倫多 因為多華人的地方 反而小朋友 就更加容易 去retain 或者keep住 那個中文的文化 因為 譬如說 朋友 他們的朋友 都有多是 中國人 或者是香港人的 變成他 他繼續講 那個機會 就越來越多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 移民之後 是一件好事 因為 很多人覺得 移民 當然要去一些 沒有中文的地方 這樣 就是 在那個環境裏 那個小朋友 不是說大人 小朋友 他就逼著 要去 適應那個文化 但某程度上 他就沒有了他自己的文化 那 這件事 譬如說 在 美國 或者是其他地方 的一些 疑問 會更加明顯 會更加明顯 所以那些 其實 已經 去到某一個年紀 因為如果 你的環境裏 沒有一個語境去說的話 其實 你就很快 就不會 說這個語言 那 在溫哥華 其實也是 有很多小朋友 其實他會聽 但他就 因為家裡 沒有說 一定要跟他說 所以 其實去到某一個年歲 他都不說 那個文化 也都是 很多小朋友 其實在 週末的時候 都會去讀 這個 Chinese School 是的 去讀 Chinese School 這樣也多 那 在這個階段 起碼我兩個小朋友 都沒有抗拒 那這件事 其實 要得而成全的話 因為你不知道 到他們再大 那時候 那個世界是怎樣 他會不會 繼續留在 加拿大 或者他會回亞洲 這件事 很難說 沒人知道 但是如果他 在這個時間 他除了有一個 外國文化之外 他還結了他的中文 尤其是普通話 其實就 變了他有 多些選擇 就像我們那樣 我們那一代 很多可以回到 留在香港 當時 都是因為 這個語言的關係 那 大家可能都會留意到 在這個 香港的選美裏面 很多所謂的 華者 或者港者 那樣 他們是 在這個溫哥華 回去的話 很多時候 其實 很多都是 都說得很好的 你不需要擔心 他不懂 那個語言 很多 其實你不知道的話 你根本都不知道 他是 在那邊回來的 當然你說 懂不懂看 就另一回事 但是其實 我覺得有這樣的保存 就不會說 完全脫離了 作為一個中國人的 一個本質 就是 他去到那裡 他是接受那邊教育 他是一個加拿大人 但是他也是 本身是一個中國人 所以這件事 是應該要保持著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我想很多 很多家長都可能 會擔心 就是這件事 會不會不懂呢 不懂就不會的 反而主要就是 可能是 要保持住 在譬如說 家裡的環境 或者可以控制的環境裏面 都盡量跟他講回 這個中文文化 這樣 如果沒有的話 就有很多 也都是 剛才我所說的 很多個案 也都是 不會繼續去講的 所以這件事 大家 移民的時候 就有一個 準備 有一個想法 對 今次想和大家 分享一下 這件事 那 未like我們的影片 就like我們的影片 未subscribe 的 請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OK 下次再和大家聊一聊 OK 拜拜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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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